大家早安 程序西昂时间 我们持续带你来关注的是 美国总统拜登上任之后 展开了他的首次访问中东的行程 而第一站已经抵达了以色列 他此趟行程其实最重要的目的 就是要拉近跟沙烏地阿拉伯的距离 并且说服美国在波湾的 盟国增产石油的产量 要解决的当然还是美国 现在最焦头烂额的能源危机了 拜登乘坐的空军号专机 已经降落在特拉维夫的机场 以色列总理拉皮德也亲自迎接 来听一下拜登稍早的谈话 路透社的报道说 拜登在跟以色列总理进行两天的会谈之后 15号就会到约旦河的西岸 会见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 然后当天将会首开美国总统的先例 搭乘空军一号的专机 从以色列直飞到沙国的基达 在当地跟沙国官员来会谈 并且出席波湾盟国峰会 而对此呢 这个克里姆林公13号还特别发表声明 要拜登不要企图离间 俄罗斯跟沙国之间的关系 而再来看到的 其实美国现在当然民众最痛苦的 就是通膨不断的飙升 美国昨天就公布了6月的通膨数据 年增率达到9.1% 远超过经济学家预期的8.8% 再度创下了40多年来的新高 引发了投资人的忧虑 联准会可能在遏止通膨上头 会采取更鹰派的措施 那么呢 当然这样的数字一公布了 导致美国总统拜登 他的支持率直直跌落 现在是降至了37%的最低点 比去年同期还下降了18个百分点 那么现在美国通膨再创新高 也导致美国民众心理压力极大 因为呢这一睁开眼睛 就是呢要花钱的嘛 那么现在的万物皆涨 薪水不涨 可是呢这样的压力恐怕很难排解 因为根据调查 因为物价高涨的关系 所以美国人 他们也改变了他们的消费习惯 现在有三分之一的美国人 他们是取消他们心理治疗的门诊 另外饮食习惯上头 也做出蛮大的改变了 少买肉改买比较便宜的豆类 跟相关的制品 而其实美国除了物价高涨 能源瓦斯的价格也是涨身四起 拜登此行反问中东 要解决的就是现在的燃眉之急 也就是油价飙涨之苦 白宫官员今天就表示 美国总拜登本周造访 以色列还有沙国期间 将会减少防疫 所以他们会尽量的减少握手 可能是只是同框合照 这样子说是要减少接触 因为是防疫的关系 但是白宫说是这样说 可是拜登却在以色列被拍到说 跟当地的官员来握手 现在就有学者质疑了 是不是说一套做一套呢 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做法 认为白宫这样的声明可能就是为了避免 拜登被拍到跟沙国王储握手的合照 因为呢其实在拜登还上任之前 就有骂过沙国的王储 在人权的议题上面 双方曾经互相搅虎过 而直接来看到的是 现在斯里兰卡国家 同样也是陷入了重大的危机 日前就宣告他们经济破产 引发社会动荡 总统拉贾帕克萨昨天已经是逃亡到了马尔蒂夫 而职务现在是由总理战时代理 直到国会20号会选出新的总统 但是呢这样消息才刚刚宣布 就已经引发民怨了 好 这些民众呢 他们都闯入了总理的办公室 要求总理下台 其实之前当地的民众已经闯进了总统的办公室 还有他官邸里头去开party 但现在呢总统落跑 所以民众呢干脆把怒气全部都转移到总理身上 现在大批的民众他们无视闯进总理办公室 同样也是在里头开party 好 在里面看电视 甚至说像这样子在草地上野餐 把它当成一个公园 总理就宣布说 全国现在是进入了紧急状态 呼吁这些抗议者赶紧离开他办公室 跟其他的政府单位 路透社报导 逃亡马尔蒂夫的总统拉贾帕克萨 预计将会前往新加坡 在抵达新加坡之后 可能才会把辞职信 递交到斯里兰卡给国会议长 而其实这个通膨危机呢 其实是影响到全球多国家 因为像是在南韩 六月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也是来到了6% 创下了24年来的新高 未来要遏止通膨 韩国的央行昨天就宣布要升息两码 创下22年来最高单次升息的记录 而日本也是持续保持着货币宽松政策 造成日元大扁创下了25年来的新低 但是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他领军的自民党执政联盟 在最近的参议院选举 是拿下超过三分之二个席次 可见日本的民意也是对于货币政策 采取支持的态度 通膨席卷全球面对经济危机 韩国央行根据美国宣布一口气 升息两码 创下22年以来最高单次升息记录 韩国面临24年来最严重通膨 就连国民美食炸酱面一碗都要将近新台币300元 但什么都涨就是薪水不涨 让南韩民众苦喊日子都快过不下去 上个月两万多名南韩物流司机展开罢工 司机们要求政府延长燃料补贴 否则薪水根本无法负担飞涨的油价 根据官方资料 司机罢工扰乱了南韩国内钢铁石化和汽车产业的运输和生产 造成约1.6兆韩元约新台币368亿元的损失 南韩现代汽车也指出位在卫山的工厂 一天原本可生产6000辆车 但罢工时的产量锐减 一天只剩2200辆 损失惊人 而临近南韩的日本面对通膨 持续保持货币宽松政策 造成日元大扁创下25年新低 目前一台币可换4.6日元 相较于去年高点 若现在拿10万元台币兑换日元等于现赚2.1万元 岸田自民党领军的日本执政联盟 近日在参议院选举拿下超过三分之二席次 似乎也显示大部分的日本民众对于岸田的货币政策持支持态度 有媒体分析安倍遇刺身亡后 现任首相岸田文雄不大可能立即做出太大的改变 但随着自民党在参议院选举大获进展 可能赋予岸田文雄政治资本 着手改变政策走向 记者蔡星辰报道 可是会让免疫力低下代谢不平衡 皮肤状况变差 旺旺推出的梦梦水 就是要解决 大家烦恼的好帮手 白桃风味酸甜好喝 也欢迎大家扫左下方QR Code 或是上快点购网站订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